英語點菜研究所 對很多人來說 一杯咖啡就是他們每一天的開始 喝了這杯咖啡之後 整個人都開心一點 精神一點 好像沖了電一樣 今天不如跟大家分享不同咖啡的讀音 特濃咖啡是espresso 或者short black 很多人就會讀了expresso 可能因為express這個字 express這個字代表突快或者表達 剛好espresso就是一杯很快沖到的咖啡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當中就混淆了這一字 所以很多人就讀expresso 但應該讀espresso 如果你想要兩 shot的espresso 就叫doppio doppio 意大利文就是double 小馬其多是short macchiato macchiato 意大利文就是代表一點的意思 就是一 shot的espresso 再加一點的精奶或者泡沫 這個就是short macchiato low macchiato 就是有兩 shot的espresso 特濃鮮奶咖啡是restretto bianco 真的特濃 因為比expresso少一杯水再加牛奶 restretto bianco就是美國讀音 restretto bianco就是意大利的讀音 美式咖啡是americano或者long black 就是把水加進espresso裡面 鮮奶咖啡是cafellotte或者cafellotte 美國讀音是cafellotte 意大利讀音是cafellotte 又或者選擇lotte都可以了 lotte 意大利文代表鮮奶 很明顯就是espresso加很多牛奶在裡面 泡沫咖啡 cappuccino 很明顯有很多泡沫在上面 再加奶和咖啡 有時都會加些朱古力粉 或者肉桂粉在上面 再加拉法 that's cappuccino 白咖啡是flat white 基本上跟lotte差不多 但裝在一個小的杯裡面 比lotte濃一點 that's flat white 迷你先奶咖啡是piccolo latte piccolo 意大利文代表細 那就是細的lotte 巧克力咖啡是mocha 就是美國讀音 或者mocha 是意大利的讀音 基本上裡面就有咖啡奶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巧克力 雪糕咖啡是afforgato afforgato 意大利文代表浸的意思 就是把雪糕浸在咖啡裡面 that's afforgato 那你又最喜歡喝什麼咖啡呢 What is your favourite kind of coffee?